在香港有四大家族 他们分别是郭德胜家族 李肇基家族 李嘉诚家族 郑宇彤家族 然而论名望和受尊敬程度 四大家族都无法和霍英东家族相比 霍英东爱港爱国 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体育事业 做出了重大贡献 她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衰 融为一体 她的爱国精神和高尚品格 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怀念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霍英东取得一系列成就的背后 有一个女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女人就是她的母亲刘三 刘三的命运很坎坷 在霍英东1923年出生之前 刘三已经与霍英东的父亲霍耀荣 生下两子一女 在霍英东出生后 刘三又为霍家添了一个女儿 虽然霍家认定兴旺 但日子却过得很苦 霍耀荣和刘三带着五个子女 一直生活在船上 他们从事海上博运生意 也就是帮人运载货物 可是霍英东的父母 没有自己的博运船 他们就租别人的博运船 从事博运生意 但即使如此也赚不了什么钱 他们还要给船东 付一笔不小的租船费 好在霍英东 一家在船上生活 没有什么开支 做博运生意 勉强能维持一家气口的生存 然而霍英东 怎么也没想到 在他七岁那年 一场台风 让他的家支离破碎 1930年8月 刘三带着霍英东的 两个哥哥出海接运货物 在返回的路途中遭遇台风 霍英东的两位哥哥 被风浪吞噬 两个儿子的惨死 让刘三和霍耀荣伤心欲绝 更彻底击垮了霍耀荣的身心 在两个儿子遇难之前 霍耀荣已经身患瘤胺癌 久之不遇 颈不溃烂 他无法从狮子的痛苦中走出来 身体越来越差 最后在两个儿子遇难几个月后 停止了呼吸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 刘三失去了两个儿子和丈夫 命运无形地吹打着他 可是他不能倒下 他还有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 他必须将三个孩子抚养长大 擦干泪水 刘三决定与命运抗争 他不认命 因为台风 原本作用的船舌被摧毁 刘三已经无法和孩子们 继续生活在船上 他带着三个孩子 搬到了湾仔石水区街 一个20平方米的房间里居住 这个房间里 加上刘三和他的孩子们 一共住了50多人 在这个房间里 刘三和孩子们住了6年 因为房间潮湿 黑暗 腹臭 有住户还因此得了肺病 因为无前一致而去世 虽然生活条件如此坚固 目不实定的刘三 却没放松对孩子们的教育 他深知只有孩子们 接受了教育 支出打理 他们才能出人头地 过上好的生活 刘三不希望三个孩子长大后 还和他一样辛苦 在霍英东接受启蒙教育后 刘三就将他送到 免费的翻船统业 医学就读 这个学校和一般的学校不一样 他的校址不是在陆地上 而是在船上 是一所流动的船上小学 两年后 霍英东进入敦美小学就读 这所小学有一个班是免费班 学生可以不用交学费 但只招收30个学生 需要进行考试 最终霍英东以第一名的成绩 被这个免费班录取 当霍英东在敦美小学就读时 刘三则靠着替别人 逢补义务谋生 可是在石水渠街 穷苦人家太多 没有几个人愿意花钱 逢补义务 而孩子们要吃饭 穿衣 上学 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 经过慎重考虑后 刘三决定重操就业 虽然风险很大 但起码能让三个孩子生活得好一点 可是他自己没有船 又没钱租船 那该怎么办呢 好在天无决人之路 刘三认识了香港界的名流林子峰 林子峰得知刘三的遭遇后 非常同情他 于是就将自己从国外运来的煤炭 让刘三勃晕到岸上 接到林子峰的生意后 刘三就将单子分派给有传的勃晕人士 他从中间赚取佣金 虽然佣金不是很多 但足以让刘三为孩子们改善伙食 那时霍英东放学后 还经常给刘三帮忙 他会拿着刘三给他的账单 到林子峰的公司收钱 然后把钱分发给其他本意人士 而刘三总是将自己听说的 投悬梁追刺鼓的刻骨读书的故事 讲给霍英东听 让他更加认真的读书 在这样几年后 霍英东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香港著名的中学 黄人书院 霍英东每个月需要给学校 交五元学杂费 这对于刘三而言是很大的压力 为了能让霍英东安心上学 刘三决定博弈吧 他用自己的积蓄和人合伙 买了一个名叫星河的小火轮 扩大博运业务 在刘三的认真经营下 他的博运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可是不管是刘三还是霍英东 他们都没有想到 1941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日军侵略将岗 黄人书院被迫停办 霍英东的学业被迫中断 并且日军还强行征用了刘三的新和好小火轮 刘三一家人再次陷入困境 为了维持生存 刘三将家里吃钱的东西拿到街上去卖 眼看一家人就要陷入绝境 彼时18岁的霍英东主动向刘三提出要去做苦力赚钱 刘三只能凡力允许 霍英东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产媒烧火 虽然又苦又累 工资又少 但至少能帮补家里 可是老板觉得他太瘦弱将他解雇了 在这之后霍英东到太古船屋做打铁工 到齐德机场做苦力 到粮油仓库打理 到太古堂厂实验室工作 他做了六七份工作 都干不了多久 不是被老板解雇 就是自己赐工 面对霍英东这样的情况 刘三和霍英东商量之后 决定开家杂货店 开杂货店需要钱 刘三就将家里唯一一个值钱的金手势 拿去典当 但这还不够 于是刘三拼尽全力 游睡了十多个亲戚朋友 凑了一些钱 开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 主要经营咸鱼 咸菜 辅竹 粉丝等家庭每日所用食品 又因为只有霍英东有文化 有如杂货店主要由霍英东进行管理 而这也是霍英东商业生涯的开端 在霍英东的认真经营下 有如杂货店的生意有胜有责 一家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就在有如杂货店生意稳定后 刘三还为霍英东找了一个贤惠的妻子 他们家邻居的女儿 李燕妮 对于刘三给自己找的妻子 霍英东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他深知母亲在父亲病亡后 一个人撑起一个家 含辛茹苦养大三个孩子不容易 因此他从不腻母亲的义 伤母亲的心 对母亲的话总是百分百一从 母亲让他娶李燕妮 他就娶了李燕妮 哪怕他后来成为香港的顶级巨妇 有了三个妻子 他都没有亏待李燕妮 始终敬入李燕妮 应在遗嘱中规定 只有原配李燕妮的三个儿子 可以继承家业 二房和三房的子女不得经商 只能从事医生律师等工作 结了婚之后 霍英东更加认真地经营 有如杂货店 毕竟他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 不过在1945年 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 刘三将有如杂货店卖了 因为他觉得彼时的香港百费待兴 婚姻业大有可为 于是刘三拿卖掉有如杂货店所赚的钱 买了小货轮 重新进入博育业 霍英东则帮助家里打理博姻生意 在这之后 霍英东逐渐在商界乘风破浪 终成一代商业巨子 在他成为商业巨子的过程中 母亲刘三不怕困难 不认命的精神对他影响很深 他也成了不认命的人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并且和母亲刘三一样 他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最终在他去世后 他的子女们都生活得很好 而被他选中的大房三子 霍正廷 霍正环 霍正宇 认真经营着家族产业 保持了家族的昌盛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